邊吃飯邊聊天 笑得何不龍嘴 在黃復興黨部退役官兵的見證下 展現團結好感情 看到韓國瑜 看到邵康兄 都是我們多年的朋友 能夠在這裡騎進一台 更重要看到我們這些 當年我的長官跟戰袍好朋友 甚至我的退警總會長都來了 我很感動 那何瑋瑜如果能夠把藍軍整合起來 民調起碼是25% 25%再往30%去發展 35%去發展 黃復興等於是深藍中的深藍 選舉的時候他們都發揮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今天黃復興來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還在這邊同況意義又非常大 看準民調有望上升 只是同一天郭台銘支持者上 凱道高喊口號支持郭台銘參選 隨著外界傳聞越來越多 黨主席朱立倫直接辟謠 姑且聽之 郭董事長在公開 不管是書面或者是任何的情況都已經多次的表達 移民之後他也立刻表達了為權力的支持 那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心情來全力的團結大家 侯友宜拿下藍軍團結重要的一塊拼圖 但後續選戰什麼時候和郭台銘合體也是外界關注焦點 侯友宜未來的一個挑戰 第一個挑戰來講的話就是說可能還是要跟韓國瑜跟韓粉去做更細密的一些溝通 操盤者金輔聰或者是候選人侯友宜本身到底怎麼去取得跟郭台銘之間的一個溝通 也是侯友宜陣營要處理的一個當務之急 除了拓展票員如何團結藍軍力量也是侯友宜總統選戰的重要課題 環宇新聞 吳志恆 葉宇娜 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